牛肉好吃又营养,常吃可以增强体质 那么我们在煮牛肉的时候 怎样腌制才能够嫩如豆腐入口即化呢? 10年大厨的经验分享,点亮小红星 再跟着视频来看看详细的步骤吧 500克的黄牛肉,把它洗干净横着纹里 把它切成薄片 不用切太厚,也不要切太薄 切像现在这样看到的厚薄均匀的小片 就可以把它装入盘中 一把香葱把它拍打一下 然后把它切成小段 只要葱白,再准备一块生姜 把它切片再切丝 切好,装入碗中加入50毫升的温水 下手把它抓出葱姜汁 牛肉中放入蚝油调味,老抽调色 下手抓拌均匀,抓拌至充分的入味 再把葱姜汁倒入牛肉中 继续下手抓拌至料汁被充分的吸收 抓起来表面起姜黏手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加入食盐 下手继续抓拌均匀 抓匀后,再放入一个鸡蛋清继续抓匀 蛋清可以使牛肉更加的滑嫩 充分的抓匀,放入一勺淀粉 锁住水分 最后放入食用油,蜂姜 这样腌制出来的牛肉不仅滑嫩 而且炒制的时候容易划散 受热更加均匀 这样腌好的牛肉不管怎样做都会特别的滑嫩入味 不老也不柴,入口即化 金针菇切掉根部 再切成两段放入小盆中 加入食盐清水 清洗干净,装盘备用 西红柿去皮切成丁,装入盘中备用 香菜切成小段,装碗中备用 小米辣切成圈,装碗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葱姜蒜切成小块,装入小盘中备用 小碗中放入生抽,老抽,蚝油,盐,鸡精,白糖 加入少许的清水,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放入食用油,把葱姜蒜炒香 倒入西红柿炒出汁水 再放入金针菇铺平 接着把盐制好的牛肉放入锅中整理平整 再倒入半罐啤酒和料汁 盖上盖子,开起大火把它烧开 然后转小火煮6分钟 时间到,非常好吃的砂锅牛肉包做好了 撒上香菜和红椒圈点缀 美食大家分享,点亮鸿心支持一下哦 好吃盐养的砂锅牛肉 做法简单,入味好吃 腌好的牛肉,鲜香嫩滑 特别的盐养,你也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